大家好,今天的新闻是 日本调查生活费用不断增加 四层大学生根本不看书 日本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织联合会 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大学生的生活费用不断增加 读书时间明显减少 四层大学生根本不看书 日本火力门网站27日称 这项调查以全国三十所大学 八千九百三十名在校学生为对象 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生活费 日常生活和政治预示等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 大学生的看书时间 报告显示 学生平均每天看书 含电子书籍时间为26.9分钟 按专科分类文科32分钟 理科24.2分钟 按性别分男生29.2分钟 女生24.3分钟 根本不看书的学生 占调查人数的40.5% 由于看书的学生减少 大学生每月购买书籍的费用 也呈减少趋势 有分析认为 大学生读书时间减少的原因 可能与技能手机使用有关 雅虎日本网站的文章说 日本全国大学生和协同组织联合会 对学生使用手机的时间进行调查显示 学生每天玩手机的时间 平均为155.9分钟 平时不看书的人 玩手机的时间更多 为167.3分钟 但也有人认为 读书与玩手机并不冲突 日本信州大学校长 删则亲人 反对学生依赖手机生活 他做过题为 不玩手机还是不读大学的演讲 对最近日本年轻人 偏重或依赖手机的倾向感到担忧 他呼吁 学校要想办法让学生离开手机 培养他们拿起书本 与朋友交流 养成思考的习惯 再见